這門課程名稱就Excel VBA與Python程式開發 這門課最早其實就希望延伸Excel VBA 因為其實我長期教Excel VBA的相關課程 那我會思考說 有些東西是不是Excel VBA全部都可以包辦 那是不是可以藉由像Python 可以幫我完成Excel VBA他可能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或者是說可能如果用Python來做會更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值得我們去再學習另外的工具 等於延伸的另外用Python幫我完成 可能用VBA來做似乎沒有那麼恰當的事情 所以就有這個課程 那當然我是建議最好這些都是好用的工具 如果你都會的話 它對於你工作上面的幫助一定會相當的大 再來就是說Excel VBA其實難度也蠻高的 但是它使用的機率還蠻高的 我發現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已經慢慢不用資料庫了 慢慢都把Excel當成資料庫來用了 以前在Microsoft有一個Assets 或者是你可能叫Server有什麼SQL Server 或更大的MySQL Oracle 但是對於一般來用的話其實似乎沒有那麼方便 而且太複雜了 那Excel就變成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解決Excel上面的問題 那目前比較快速的解法 或者是說你要解決稍微複雜龐大的問題 通常會仰賴VBA 你說老師那不是也有什麼函數可以寫公式 我說那簡單是OK 或者是一個問題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多個連續的 或者是批次的很大的 比如說你現在要一鍵完成整個報表的結果的話 那你不可能 因為你一整天你不知道做幾十個動作 你才有辦法完成一件事情 那你總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又做重複的事太浪費時間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的選項就是寫VBA 那VBA的優勢無庸置疑的 它就在Excel裡面 也就是說你什麼事都不用做打開就可以 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但是VBA它的缺點也蠻多的 第一個執行效率其實沒有很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其實已經存在超過三十幾年了 我記得好像1985還86就有了 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Excel VBA的歷史 那這個Excel的話 Excel其實最早是賈伯斯委託 賈伯斯不在了 應該知道賈伯斯嘛 委託比爾蓋茲 應該知道比爾蓋茲嘛 一個是Apple嘛 一個是Minosaur 結果他真的就 比爾蓋茲就接這個案 然後也真的寫了一個Excel 然後呢 那時候 所以最早Excel 執行環境不是在Windows 而是在Mac上面 但是呢 這個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簽約啦 但是隔年你知道嗎 隔年馬上在Windows 也推出一模一樣的Excel 在Windows上面出來了 以前有個叫Lotus 對 所以Lotus123有沒有 如果你知道Lotus123 表示你很資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大概已經有四十年了 不過已經被打敗了 這被誰打敗呢 就是被Excel打敗 那因為Lotus最早 Lotus123它是在DOS底下的 不過應該如果你不知道DOS沒關係啦 因為這DOS也超過三十年 所以如果你年紀沒有三十歲以上的話 應該對這個東西不了解 那因為以前DOS就是純鍵盤操作 後來Windows才有滑鼠的 視窗的操作 所以Excel推出之後 那Lotus其實說真的 就已經被打了滿地爪 就是根本就沒有它的市場了 那不過Lotus 你們也可以Google查一下 其實維西百科都有 後來也推出視窗版了 但是推出的時間太慢了 它有弄了一個Lotus的公司嘛 後來好像被IBM收購了 可是IBM好像後來又把它賣掉了 因為這個不賺錢的Google 好啦 這個扯遠了 所以我們主要是希望說 在VBA之後有Python 那Python的好處就是它基本上 所謂的Open Open一般講說開源 通常對岸用語叫開源 我們這邊叫開放原始碼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非商業用途使用都是免費的 那它基本上Python的優勢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所謂的外掛 這個外掛的話就是你想做什麼 其實網路上都有人寫好 但是VBA的話就比較少 它沒辦法說你有什麼外掛 除非說微軟它有提供給你的 你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一個叫做Close 一個叫Open 所以為什麼叫OpenAI ChalliPTA公司叫OpenAI 為什麼叫Open 其實它最早的一個理想 是希望是開放 所謂開放就是不收錢 所以後來為什麼那個誰啊 那個特斯拉老闆那個什麼 馬克斯 他離開 他是因為你為什麼開始收錢了 那你乾脆不要叫OpenAI 你叫CloseAI比較好 或者你叫ChargeAI好了 就是你要收錢了 所以目前它要取一個平衡點 因為你如果一個商業 一個公司它沒有辦法賺錢 那這家公司應該也沒辦法營運 很快就倒了 所以它要平衡 最近當然它有公佈它的財報 好像第一年好像賺了85億美金 好像也開始賺錢 還蠻厲害的 不過你們這相關的訊息 其實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希望說 在海上上面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以前VBA 所做不到的一些動作 一些能夠做的一些相關的應用 所以我就有這個課程的設計 然後我們課程大概就是有一些綱要 然後我大概說一下 待會我會介紹一下就是我自己 然後一些參考用書 那另外的話簡介一下就是說 其實因應這個AI時代的來臨 那因為寫程式我覺得 剛開始我還是蠻懷疑的 能不能做到 那經過我這一兩年來的實驗 還有測試 還有上課請同學做報告的時候 加進來AI之後 那我發現已經不用再去懷疑了 以前剛開始覺得這個應該沒辦法 應該是不是可能很快 OpenAI就不行了 沒想到它沒有不行 而且它基本上影響全世界 而且目前有沒有很多股價很高的 基本上都要有AI的題材 有沒有你看那個全美市值最高的 第一個本來是Apple 不過現在好像Apple又下來又上去 目前123就是在微軟跟NVIDIA NVIDIA就是黃倫勳那家公司 然後在Apple這三家公司 就在那邊互相角力 那目前Apple會不會一直能夠爬到第一名 可能還要跟它那個要發表的iPhone iPhone16、iPhone17 裡面有沒有加入AI的這些題材 非常有關係 因為大家在看 你如果裡面沒有加AI的話 那我買你的手機幹嘛 因為你沒有創新吧 OK 所以它就跟OpenAI簽約 至於簽約金多少就不知道 因為微軟跟它簽約 就已經給它100億美金了 100億喔 OK 那Apple的話 我想應該不只這個數字吧 我不知道啦 你們自己查查看 所以你會發現真的是金基母 而且它才推出沒有多久 你說真的 我覺得比較成熟的應該是去年11月 因為12GBT3.5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剛推出來3.5 不到現在的話 現在9月嘛 你看才10個月的時間 那其實已經相當的令人覺得 哇不可思議了 那我這段時間的測試 我發現真的可以 第一個 它可以幫你寫程式 無庸置疑 不過前提 你要知道怎麼跟它溝通 就是那個語法喔 還有觀念喔 你不能隨便亂講 當然你 如果你有素養 你有這方面素養的人 是可以很快就知道怎麼講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素養的人 你應該是要學習那方面的素養 OK 因為我發現喔 我很快就可以跟巧克力溝通量 但是很多同學說 我說什麼你講的都可以 我講的都不行 我也覺得很奇怪耶 OK 我也不知道耶 OK 但是我是覺得啦 就像有一些地方 我們會特別有一些觀念 所以我會把那個觀念加進去 然後請叫GPT去做那件事情 它就會很快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可是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素養的話 那可能就很麻煩了 比如說像在Excel它的 基本上Excel的一個架構有沒有 你就要很清楚嘛 它一整個Excel它就是一個工作簿 所以你要跟它講 你不能講說這個Excel檔案 它可能會 也許會知道會猜了 那打開之後裡面就是工作表 有沒有 那工作表裡面就是每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那一個範圍 那縱向是藍 橫向是另 OK 你不能用你自己感覺的這個敘述方法給它 不然它會不懂 OK 所以這個恐怕要特別注意 其次的話就是說它會除錯 所以你將來如果程式發生BUG 沒關係 你就是貼到Chubby 開頭請幫我除錯 真的很厲害 它馬上告訴你哪個地方出錯 而且直接幫你改 直接把證券丟給你 那你就把它複製貼回去就好了 OK 那第三個呢 其實在轉譯程式碼上面蠻厲害 比如說你以前會寫BBA 但是你想要把它改成Python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還蠻厲害的 你就把程式貼上 請幫我轉換為Python程式 這樣就夠了 OK 它就自動幫你轉成Python了 所以你假設以前會寫某一種程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貼上 請它幫你轉譯 它就幫你轉成另外一個語言 而且這個還蠻厲害的 我試過很多種語言 你幫它轉成Java也可以 你要轉成其他 像是Google也有Google的App Script 就類似Java Script 那你也可以請幫我轉成這個GAS 它叫Google App Script 你就GAS就可以了 它就懂了 它就幫你轉換了 諸如此類 你想說以前我要轉換另外一個語言 那不得了的事情 但是現在真的簡單太多了 也就是說我歸納出來 大概它可以幫你寫 可以幫你除錯 可以幫你轉譯 這三個應該就已經很厲害了 當然還有別的 不過我是覺得大概這三個我想你就掌握 另外的話如何利用TrallyB幫我輔助 做剛剛講的就是開發動作 其實不是說只能寫簡單的 我發現它複雜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寫一個爬蟲 它也是可以 只是說你要怎麼寫比較好 因為它有個缺點 就是你每次問的問題即便一樣 它每次出來的答案都不一樣 對 它沒有統一 而且假設我們不同電腦 馬上跑出來都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不打緊 反正你最後執行結果對就好了 其他我覺得那個不是很重要 OK 因為沒有人會去看說 這個程式不OK 你要怎麼改 沒有啦 執行OK就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可以利用Python 可以自動化延伸到Excel的設計 其他的話當然我剛剛講過 你在操作這個 這些程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了解Excel的相關架構 而且專有名詞 千萬注意你不能隨便下專有名詞 名稱不能給錯誤 不然的話它給你結果也不太對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兩岸的用語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AI基本上它是訓練 它預先訓練的 它訓練的資料 有的時候可能是對按的 所以它出來的東西也有可能是簡體的 所以用詞也有可能是對按的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注意 不過不管我們反正就用它能夠懂得語言給它就OK了 再來的話就是比較 到底兩個之間 其實兩個怎麼協同應用 其實不是說我今天會用Python之後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學VBA 我是覺得倒也不需要這樣 反正互相彼此協同應用 那未來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比如說大數據分析爬蟲 或者自動的圖像報表 其實都是自動視覺化輸出結果 好 那大概剛要了 我想你們這個講義裡面都有 再來的話就是介紹我自己的話 我大概簡單 因為如果你要找到我相關的資料 因為網路上我其實也放蠻多的 那最早之前你Google查吳老師 那我會排在第一個 不過後來發現吳老師好像已經不是第一個 不是我的東西了 因為另外有一個吳老師 他可能教的內容更大眾化 你們可以查一下 好像是教麻將的 打麻將可能比較popular 教程式要能夠爬在前面比較不容易 所以如果你打吳老師教學好了 理論上應該前四個應該都有的 第一個我的教學部落格 我大概上面有幾千篇的以前的教學的分享 也有分享如何利用AI去幫你產生公式 像以前有公式不會 以前要學很多函數嗎 不用 現在根本我覺得實在根本不用學了 真的 因為你只要跟他講他就告訴你了 對 問他就好了 所以我是覺得以前的那個學習的過程 其實真的可以改變 OK 那所以傳統的教學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非常肯定 而且現在對於教育的衝擊 它真的非常大 就像你說寫程式吧 以前後面學程式怎麼寫的 學了非常辛苦 而且被一大堆東西耶 而且還不會寫 寫出來還是一堆BUG 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OK 最早還沒有網路時代 真的要看書 可是有網路之後有Google Google很好有沒有 那現在有AI呢 那更好 所以現在有人學程式 真的 所以你們如果晚一點出生的 其實是比較幸運的 不用像我們以前 都要查個東西 每天都要查圖書館 而且圖書館的書都很舊 而且不是 每一本書都寫的都不一樣 寫的都亂七八糟的 我怎麼會 所以以前會自學學會程式 真的是太難了 OK 那我因為過程當中 我有自己寫一些部落格文章 然後呢 第二個是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大概在四萬多個吧 OK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有我二十幾年來的 教學的一個 所有的影片都在上面 我大概保守估計應該有三萬個影片吧 因為我每次上課 只要有上課我就錄影 上課我就錄影 這個是變成我的一個習慣的 因為有時候上課沒有錄影 我會覺得好像少了什麼事情 OK 然後每天就習慣就是 錄完影之後回去就整理 整理之後把它上YouTube 然後就是蠻習慣的這個動作 OK 然後 所以這個頻道裡面其實東西都很無聊的 我自己都覺得都是上課的東西 裡面沒有那種網紅搞笑的 娛樂的 或者你要訂閱人數多的話 我是發現 可能要長得 女生要長得漂亮 男生要長得帥 這上面都沒有 所以 能夠有四萬多個訂閱 我都覺得蠻出乎我的意料 不過最近好像真的 好像很多網紅都要停更了 有沒有 因為賺不到錢 以前真的很好賺 以前真的點閱次數只要多 真的是廣告分論真的給的很多 但是最近YouTube給的越來越少 OK 打個比方 透露一下我 之前喔 每一個月大概都超過一百塊兩百塊美金 OK 每個月喔 最高還有三百塊美金的一個月喔 所以那時候我在想說 哇 好好喔 如果以後就再繼續努力一點的話 雖然三百塊不多啦 三百塊大概 大概接近一萬塊 沒有我記得有超過一萬塊的 那我想說每個月如果我都有一萬塊的話 那我可以再弄一點東西 我可以財富自由了 不過啦 當然後來你會發現 哇 越來越一直降 一直降一直降 可能剛開始可能一萬 然後慢慢變成只有五千 慢慢變成只有三千 甚至更少 那不過因為還好我沒有在乎那個 其實我做這個其實並不是說 我為了他過日子 沒有啦 沒關係 沒有也沒關係 有的話更好 OK 像最近在YouTube 我那個部落格也有分潤嘛 那後來他本來有什麼西聯快會 會匯到我的帳戶的 那後來他沒有了 那後來他有兩種 一個是電匯 一個是寄支票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選 我就想說 好啦你寄支票給我好了 感覺寄了個支票 感覺比較有那種實體的感覺 哇 支票 那後來我把這張支票拿去銀行兌現 他跟我講說 我想說應該手續費是要的吧 就沒想到手續費要多少呢 手續費他說至少要一千四 兌現這一張要一千四 我想說 好啦 還好票面是有大於一千四 好啦你幫我兌現好了 不然的話 我本來想說不然我拿回去貼在牆壁上好了 可是我覺得好貴的一張紙喔 OK喔 不過 那但是這也是一種商業模式啦 只是說我們沒有特別去 那網路上當然因為你有頻道嘛 所以會有很多人想要找你業配嘛 對不對喔 比如說希望你做一些什麼什麼東西 但是其實我完全不會回應他們嘛 因為我不是在做業配的事情 OK喔 但是網路上很多的網紅其實是靠業配 所以他沒有業配的話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其他還有像什麼 我會整理一些懶人包啦 還有 最下面是我的那個粉絲專頁喔 所以如果有一些課程 也許可以看一下上面 我有時候會貼在上面 同意有時候會問說 老師你有開什麼課 那你可以找一下這個啦 這個是我的相關的資料喔 然後 這個就是趨勢喔 那這個是我的簡介 OK喔 那最早會來這邊上課 志強會找到我也是因為我有寫了很多文章 放了很多影片 然後就問我說要不要開課 那最早我在這邊是開Excel VBA 那Excel VBA那時候我想說 Excel VBA要教什麼 因為那時候其實有Excel也有VBA 但是沒有人把Excel跟VBA把它變成一個課程 OK 那時候我就想好吧那試試看齁 於是乎我就自己用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就上了這個課 一直上 上到現在應該超過十幾年了吧 OK 所以我發現喔 教這個VBA的好處 就是不用再重新背很多課 因為它很長壽喔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它的生命周期還蠻長的 我本來講說Excel會不會被取代掉 Excel第一個 它要花錢買對不對 第二個有沒有其他免費的一堆 Office免費的有沒有一堆 什麼OpenOffice OpenOffice LibraOffice一堆 它都可以取代它 所以有一段時間好像真的有人就是把它拿掉 然後換成免費的 但是後來結果呢 好像都還是又換回Excel 我不知道為什麼 即便要花錢還是就付給它了 OK 所以目前Excel好像非但市占率沒有減少 反而還增加 目前好像估計大概95%以上 所有企業都會願意花錢 那我之前聽過是說 很多的員工都抱怨說 老闆我這個不會用耶 我要做報表我做不出來 你可以直接給我Excel就好了 所以老闆會想說 也對好啦 花個錢算了 因為為什麼你要換個Office 你第一個 你就要教育 你要開很多的教育訓練 第二個的話 如果員工發生問題 你還要找一個專門會的人 你要請一個人 那這個也是成本啊 對不對 那倒不如你乾脆就直接給他Excel 可能維朗蠻聰明的吧 就是在底層那個教育的時候就直接 所以學校幾乎全部都用Excel 而且好像費用非常非常的低 好像政府機關也是 政府機關也是給你非常非常低的折扣 對不對 就是 所以你根本你其他企業你不用也不行 因為你一畢業的學生就只會用Excel OK 所以這個也是還蠻聰明的 那我自己本身最早是 就是在職場上面 最早是Coding寫程式 就是後來有創業 然後現在的話主要就是各單位 所以如果有哪裡有需要我的話我就去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休息 我現在不是很愛花很多時間 我反而比較花比較多時間在 注意我自己的健康 我發現健康好像比較重要 對不對 因為錢可以賺 但是健康好像很難 有沒有 你發現你已經不健康的時候 來不及了 對不對 OK 所以我要在我好像還沒有不健康的時候 我要把自己變得更健康 所以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不太開車 而且我從 只要是路程不要超過半個小時內 可能我就走路 或者起U-by 對不對 OK 所以這樣的話 真的差蠻多的 體力就差很多了 講話的那個 那個元氣也不同 OK 而且其實可以善用一些行動 那個AIoT 像我覺得智慧手錶還蠻好的 我發現我都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已經走了幾步 我的心跳 甚至現在心還有血壓 血壓可以直接偵測 OK 還可以甚至心律圖都可以幫你產生 那紀錄你所有的大數據 你身體的大數據 以後你才知道你到底健不健康 OK 甚至現在還有那個血糖有沒有 它可以貼在這裡 插在上面 你用手機一偵測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糖目前多高了 亞培有出一款 我有用過 蠻好的 OK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糖 以前要戳一下 現在不用 不用戳 但是你就是要有一個裝置 它會貼在你的身上 然後你可以用手機掃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你現在吃了什麼東西之後 你目前的血糖有沒有飆高 有沒有超過140 如果有超過140你要怎麼辦 反正糖尿病一定都會飆高140 所以你只要不要超過140 其實基本上就是正常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控制你的血糖 所以像有很多網 有一個網紅吧 他就是監控 然後把這個監控的結果 拍成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我覺得還滿好的 這個真的可以造福很多人 告訴你說 你如果要讓你的肾不好 你就是吃那些東西吧 OK 所以有些東西不要吃 吃了之後 馬上你的血糖就飆高了 對 那你飆太高 對 然後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 胰島素 就會不斷分泌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會變胖 就是胰島素分泌對不對 但是因為你身體有阻抗 所以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太太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OK 好啦 反正就是到處上課 OK 就這樣 所以我的興趣就是上上課 所以有時候我不覺得我在上班 不論我在工作 我覺得我是在把我 也許我熟悉的東西做分享 就這樣而已 OK 好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新發現 歡迎你再告訴我 因為我發現學生也會告訴我好多東西 是我不知道的 因為我不可能什麼都知道 因為AI出來多久 對 我怎麼可能包 我頂多是說 AI以外的應用我可能比較熟 但是AI這個東西 我也跟大家是一樣的 可能認識不太久 那我是建議你們多用 然後我拿了一些獎項 那我自己本身的證照也蠻多的 我是覺得這個也是意願證 你到底是不是專業了 然後其他的話 相關槍稿用書坊間有蠻多的 什麼 反正就是加一個Chargepte for Python e-sale等等的 不過我發現很多的書裡面 好像交了Chargepte之後就大賣了 但沒有加好像就沒有 不是很好賣 可是你打開之後發現 好像就只有一兩個章節 而且好像都分開來的 它等於是救出心脈的感覺 OK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那排名這個就不用 好 所以請各位就是先 這個大家了解一下開個頭 那待會的話呢 我會再講一下就是 各位的那個問卷結果 那之外的話請各位 請各位幫我下載Python384 然後呢 把它解壓縮到C疊底下 產生一個這個末路叫Python384 裡面就放這些東西 那如果裡面本來已經有的話 我看你乾脆砍掉啦 但如果你怕說你這個很花時間 你就把它保留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我可以開發的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Python384這個末路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再去下載 那下載 不過下載的話 因為很容易塞車喔 因為我們這邊頻寬我不確定 你把按右鍵下載 把它下載下來 不要開 不要開 要要開啊 不要開 那不然 他可以原來在下面 他叫你不要開 還是上面 他是說這樣你不要open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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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用自己的筆墊喔 那只是說如果你的筆 你有筆墊的話你就裝在D D疊底下 因為我的這個懶人包 預設環境是在D疊底下 如果你是C疊的話 需要修改目錄 修改那個路徑 不過我待會會講 還蠻快的